1.P 嗨 我们是凱恩 欢迎来啦 今天这一集有点小特别 就是针对一直有网友 play case 问我问问题而拍的 那个问题就是 你的照片跟你的影片到底是什么机器拍的呢? 这个问题真的是非常多人问我 所以我决定拍这一集正式公开 我平时拍影片跟拍照片的器材到底是什么 所以我们开始吧 OK 我们首先先从拍照讲起 懂我人都懂啦 这几年来我都是用手机拍照 无论是去比较远的还是去比较靠近的 我都只是用手机拍而已 我那时候的想法就是说 我觉得手机就是很轻 很容易带出带近 而且反正你都是要带手机出门的嘛 所以你就不用 extra 带多一个东西 然后陆陆续续也因为工作的关系 我自己用了各种不同的手机去拍照 我自己用过最久的拍照手机是 华为P30 Pro 然后接着就到Mate 30 Pro 然后就到现在用的P40 Pro Class 那你一定是很想问 为什么我会特别多用华为手机去拍照 其实这个主要是个人喜好而已啦 我是觉得华为的那个调色 那个色调是我过后期调色是很好 然后加上它的背景序话刚好是我喜欢的类型 所以我纯粹个人喜好 至于拍影片是用什么来拍 是就是做一多人问我一个东西 在我还没有离开ZeniaJet之前 我多数的影片都是用Sony来拍的 但是Sony是工资器材的 其实并不是我自己买的 那在我离职之后呢 其实我也是还没有买相机的 我有很长的一段时间都只是用手机拍而已 虽然手机现在是越做越好 但是我用久了之后我还是觉得 手机其实是有一个限制在那边的 所以没有办法满足我越来越高的一个追求 所以我就努力存钱 终于买到了属于自己的第一台相机 就是面前拍着这个影片的Lumix G95 那时候我买这个相机的时候 出了KIT Lens 来了 我还EXTRA买了一粒 这个25mm f1.7的镜头 这个25mm我主要是拿来拍人像 还有产品close up的 它拍产品close up是真的非常好看 而且它的那个背景是很美的 那我买了这个相机之后 我第一次就马上带了它去Basana出彩 然后接下来还是给大家看一看 我之前用Lumix G95拍下来的美好画面吧 画面是不是很好看呢 Lumix Malaysia看到这些画面之后 我也是觉得非常好看 然后他就跑来问我说 为什么我一根小女神 要拿一个比较重的Lumix G95 然后为什么不要选一个更轻更新的 所以这个影片的重点来了 我有新相机了 就是这一台Lumix G100 这台我就上上个礼拜带着它去Langgavi的 我觉得拍照真的很好看 拍影片也好看 所以我觉得我必须要介绍一下 在正式开箱之前跟大家讲一下 很多人会问我买了新相机之后 叫我是不是要买一个新的Lens去搭配它 其实是不用的 我那个G95的25mm其实在G95身上可以用 在G100身上也可以用 它们是可以shareshare用的 这台G100是Lumix第一台专为YouTuber跟拍Vlog的人设计的 我最喜欢它的一点就是它非常的轻 它的机身只有412g 非常发轻 带出带进就算是女神也完全没有负担的 真的是很轻 我想这个相机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它的外形 我个人觉得Lumix相机给我一种复古的相机感觉 它不像Sony 它不像Canon这样有一个硬的设计 它是走一种Vintage view的 有没有 有没有觉得有Vintage view吗 个人是觉得有的啊 Lumix G100的功能button很简单上手 左边有一个mic的插孔 右边是有share mic和充电孔 顶部就有一个很明显的红色录视频button 故意用红色的原因就是保证你不会按错咯 然后有转盘 Wide Balance按钮 Shutter 左边有功能键 背面的话就是转盘 Delete button还有Display键 还有一个东西就是 哒哒哒哒哒 因为这台G100呢是主打拍Vlog的 所以哦其实买的时候它有附送这个自拍手柄 这个自拍手柄其实是很好用的 装上去之后呢 然后你打开 你就可以直接放在桌子上面 拍各种的产品Close up 然后也可以Adjust角度 另外如果你不要换桌子 你可以把它关起来 然后就可以拍Vlog 你这样的抓在手上也会比较稳一点 然后你又不会滑手 然后手也不会酸这样子 然后另外这个设计其实是有想过的 就是当我转过去后面的时候 它这里我可以直接换Battery 换SD卡 它不会挡到的 有一些自拍手柄 其实是要你自己拿掉才可以换到Battery 所以这个不用 那手臂上面其实是有按键的 有一个Shutter Button 有一个红色录视频的Button 还有一个睡眠Button 睡眠Button就是给你在不用的时候可以省电的啦 OK看完了自己本介绍之后 现在就到了Lumix G100最大最大的卖点 也就是为什么我会喜欢它的原因 就是它的收音真的很好 很适合拿来拍Vlog 它使用的是Nokia OZO的定向音频技术 简单来讲就是我们带这个相机出去旅行的时候啦 我们自拍拍Vlog我们都是这样子的嘛 它的收音就会收我面前这一块 但是当我转过去要拍食物还是拍风景的时候 它的声音还是收我这一块的哦 就是说无论我的声音在哪里 它都可以收得到它是自动的 讲到它的收音这么厉害是不是 我决定来做一个小PK 就是这一个G100PK G95没有卖 跟再PK G95有卖 看他们收音对比到底是这样 嗨嗨我是雅恩 今年十六岁明年也是十六岁 现在是黄金十秒钟 今天这个影片呢是我很用心拍出来的 所以你们一定要选 还要帮我看很多很多次我才感冤的我 还没有follow我youtube频道的 马上去follow啦 输入可恩就找到了 喜欢的话也可以follow我IG的 OK固定位置的测试结束之后 我们现在来一个不固定的位置测试 就是我会带着它在这个鸟与花香的这个虫鱼里面 走一圈然后实际test一下 走吧 这里这个地方呢就是鼎鼎大名的马六甲大自然民宿 这边叫做Filia Resort 这边最出名的就是它这些木屋 如果你想要逃离城市的话 其实可以来这边 OK现在我已经转过去了 然后它这边收音大家觉得怎么样 这一个是两层楼的木屋 我住的那间是一层的 OK这条箱子是我觉得很漂亮的 这这里的结束 是不是很美 那个呢是游泳池 游泳池旁边就是还有一大个人造瀑布 所以就是感觉是很爽 驟啞 那这间呢就是我们住了两碗的木屋 我们这间木屋呢 是一层楼而已不是两层的 Hello Kent Hello Hello 对它已经开始detecter它的脸了 - 现在讲话其实都会收音了- 拜拜 - 拜拜 - OK 我现在set的这个收音模式呢就是auto auto 意思是无论我去了左边去了右边 其实它都可以check的的 它是check周围的声音 我现在走去这边 这边是right - OK 我现在在right side讲话虽然你们看不到我 但是你可以留意到那个R那边是比较大声的 那我现在就走去L - 达达 - OK 我现在走到来左边了 - 左边大家看得到吗 - 是不是比较大声 - 所以它就是完全是check周围你所在的位置 - 这个是正面台的时候 - OK 那我现在就在自拍的模式的情况下 - 你就会看到我旁边有两个青色的跨虎 - 这个跨虎就是它是by face detection - 它会侦测到我这个人在讲话 - 然后收我这个位置的声音 - 然后这个是一个人的情况 - 如果是两个人的话怎么办呢 - 阿肯进来 - 哈啰 哈啰 - OK 其实两个人呢 - 他的脸的旁边也有一个青色 - 就是我们他侦测到两个人脸 - 所以就会收两个人的音 - 嗯? - 嗯? - 嗯? - 很白痴耶 - 哈哈哈哈哈哈 - quad - 佐花 дня - liebe许一的音乐 - 关车苑 - 松 racing - 死刀 - 冬天 - 打赵 - 干 LUMIX G100 好啦,Test完了之後,現在我們來做一個小總結 就是我個人其實蠻推薦這台LUMIX G100的 第一,它真的很輕便,非常適合女生帶進帶出 第二,它的收音是真的好 你完全不用再加上一個賣,你省錢耶 第三,它過檔是方便的 它這邊有一個image transfer的button 你只要按一下它就可以直接過檔去你的手機裡面 所以我個人是蠻推薦這一台的啦 它目前現在已經開始preorder咯 有興趣的話呢,可以去到LUMIX Malaysia的lazada page去看一看 它的價錢其實也不是太貴,就是3599塊 還有附送這一個,就是開手柄咯 好啦,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結束 喜歡這個影片呢,記得給個like然後分享出去 然後看到很多很多很多次 然後記得follow我的IG,Facebook還有Youtube 我是肯恩,下次再見,掰掰